接下来第三大知识点 本章的第三个知识板块 药效学概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作用于受体的这些个药物 先来看药物与受体相互作用的动力学 看一下这个公式 观察一下这个公式 我们用D来代表药物 用R来代表受体 那么药物作用于受体 前提必须与受体结合在一起 形成D2 D2指的是什么 是药物受体符合物 然后药物与受体结合之后 才能表现出药效来 也就是表现出药物的效应来 通过这个公式 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表达一个药物 最终要想表达出它的 实现它的药效 需要具备两个能力 第一个能力是这儿 第一个能力就是 它俩得形成 它俩得结合在一起 形成所谓的药物受体符合物 这种结合能力是前提 如果药物都不能与受体结合 后面的根本谈不上 事实上这个结合能力有强 也有弱 这是第一大能力 第二大能力就是 这个药物受体符合物 表现出药效来 这个能力也不一样 比如说A药跟受体结合 它产生的药效强度 B药与这个受体结合 产生的药效强度 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作用于受体的药物 它的这个药效 就是这个药物需要具备两大能力 哪两大能力呢 一个是氢合力 一个是内在活性 也就是圈一和圈二 这是它们对应的位置 氢合力指的就是 药物与受体结合的能力 不同的药物 这个氢合力是不同的 药物与受体的这种结合能力 是不一样的 当然结合能力越强 药效就越强 也就是可以影响到的受体数量越多 药效会越强 那么第二大因素叫内在活性 也就是这个能力 好吧 也就是药物激动受体 产生效应的这个能力 叫做内在活性 我们又称之为脚能 这个能力也是有强有弱的 好 这就是所谓的药与受体 结合之后如何表现出药效来 哦对了 这儿我得说明一下 理解这部分内容 可不能光拿钥匙和锁的关系来理解了 因为钥匙和锁的关系太简单了 钥匙插进去 就要有亲和力 能把锁打开 就要有内在活性 但是药物与受体 绝对不像钥匙和锁这么开或关 因为钥匙和锁只有开关两种状态 而药物作与受体 可不是光开或关 它是有不同能力的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 比如说大家参加支撑考试 比如说你考过了 考过了 考过了算是你有亲和力 明白了 拿到这儿了 你能上岗了 这叫考过了 上岗了 比如说拼运 单位拼用你为主管钥匙了 上岗了 这叫亲和力 这是第一个能力 而第二个能力 是你的工作能力 比如说 你们科室可能不止一个主管钥匙 比如说有三个主管钥匙 那这三个主管钥匙 工作能力 有强有弱 这个工作能力相当于内在活性 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吧 好的 好 所以亲和力 我们它已经解释过了 再给大家一张 一张坐标 让大家感性认知一下 大家看 这个坐标的横坐标是药物伎量 纵坐标 是药效 然后呢 大家看 随着药物伎量越来越大 与受体结合的药物越来越多 也就是占据的受体越来越多 药效就越来越强 明白了 也就是药物 越容易与受体结合 占据的受体数量越多 则药效越强 所以一个药物的药效 亲和力是前提 OK 好 这是亲和力的一个认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在活性 内在活性这里 我们是这么来表示的 不同的药物有不同的内在活性 那么我们用Elepha 来代表一个药物的内在活性 或者说代表药物 作用受体之后产生药效的这个能力 请注意啊 Elepha等于1 指的是 该药物与受体结合之后 有完全的内在活性 可以将这个受体彻底激动 而Elepha等于0 指的是 该药物与受体结合之后 没有内在活性 也就是不能表现出药效来 但是它却把这个受体给阻断了 占据了受体 却不能激动受体 这其实相当于什么 阻断 用一句老话 老话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相当于站着 什么什么什么 不 什么什么什么 想到那句话了吗 我猜你想到了 对 那就是所谓的阻断剂 OK 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哦 另外一句 站着厕所不那个什么 那个 好 那么那有的药物呢 看 它的Elepha是大于0 小于1 这意味着该药 有一定的内在活性 但达不到 最强的那种内在活性 就不能彻底是受体激动 但是有一定的激动能力 OK 这是所用内在活性 那出体怎么出呢 经典的出体形式 就是给出阿拉伯指 让你判断药物的分类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详细 看一下这个药物分类 看药物分类 我们将作用于受体的药物 分为激动剂和解抗剂 区别呢 一起来啊 其中激动剂又分为 完全激动剂或部分激动剂 完全激动剂 我们就简称为激动剂 然后这个解抗剂 也就是一直受体作用的 叫解抗剂 又分为两种 近争性解抗剂和 非近争性解抗剂 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用 轻合力和内在活性 这两个来给它们定性 所谓激动剂指的是 有轻合力 也就是能够与受体结合 也有完全的内在活性 也就是alpha等于1 这就是所谓的激动剂 OK 可以表现出完全的要效来 所谓部分激动剂指的是 同样有轻合力 但是 内在活性却不强 达不到完全激动效果 有一定的内在活性 但内在活性不强 也就是alpha大于0 小于1 这就叫所谓的部分激动剂 这个都好理解 再来看解抗剂 何为竞争性解抗 何为非竞争性解抗呢 我们先来看竞争性解抗剂 同样竞争性解抗剂 也能够与受体结合 有轻合力 但是 完全没有内在活性 也就是不能激动受体 它只是占据了受体 所以alpha等于0 注意哦 各位 激动剂 部分激动剂 和竞争性解抗剂 这三类药物 是作用于同一个受点的 就是作用于受体上的 同一个位点的 于是这三者之间 如果同时用药 就存在竞争咯 因为你看 他们三个都有轻合力 那到底是 哪一个跟受体结合 他们之间就会互相竞争 当然最终谁胜出 取决于浓度 谁的浓度最高 谁就能 优先占据受体 表现出他的 作用来 明白这意思了 所以这三个之所以有竞争 就是因为 作用于同一个 结合位点 对啊 这个我想大家好理解啊 就比如说 我们竞争 上岗 为什么要竞争啊 因为岗位太少啊 想 想 获得相应 获得这个岗位的人太多啊 于是就存在竞争咯 那我们再来看这位 这位叫非竞争性解抗 也就是说 这个 这种药物 也能够影响受体的活性 但是 它跟上面几个 药物之间 不存在竞争 原因是什么呢 看 它之所以不与激动剂 竞争 争夺 那个相同位点 是因为 它作用于 其他的位点 注意啊 它不与 激动剂 争夺相同位点 意味着 它作用于 该受体的 其他位点 作用于 其他位点之后 也能够对受体 产生影响 比如说 影响这个受体 与激动剂的 亲和力 影响这个受体 的内在活性 OK 总之也可以对受体 产生影响 对药效产生影响 OK 但是 跟上面这几个药物之间 不存在竞争 看 哦 在这儿了 作用于受体的 其他位点 我们 有必要 把这些抽象的东西 具体化 看 这是我给大家画的 这张示意图 仔细观察 这是受体 受体在细胞膜上 然后 黄 上面这些细胞外的 这些物质 都是配体 这一堆 都是配体 比如说都是药物 都是药物 那么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三个黄颜色的配体 都作用于 这个黄颜色的位点 是这样吧 所以这三种物质之间 就存在竞争啊 到底是他们三位 谁能够 与这个位点结合 三者之间就存在竞争 那比如说 这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是完全机动性 这三角形的这个药物 与该位点结合之后 可以全面启动 相应的药效 可以机动该手体 这个 脚部分机动机 也就是 带个圆形的这个三角形 跟这结合之后 对受体有机动作用 但机动作用不强 再看这位 后边是一个正方形的 这个三角形 就相当于竞争心 解抗剂 它如果占据了这个位点 直接 对这些受体 完全没有机动作用 但它却阻断了 该位点与其他 机动机的结合 相当于阻断了 也就是解抗 该受体的作用了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你再看看 非竞争解上剂 它在哪啊 对 就它 这个 红颜色的这个 这个 长方形 代表非进质性结缸 看 这个药物 也是作用于这个受体的 但是它却是作用于 这个红颜色的位点 该药物作用于这个位点之后 同样可以 比如说 影响 比如说 让这个受体的分子结构 发生改变 让这个受体 不能与机动机 结合 也能影响机动机 也就是 也能阻断 机动机的药效 明白这意思了 但是 却不是 作用于这个位点的 这是他们 我给出用 形象的这种示意图 来代表前面 这些抽象的概念 先给大家理解到位了啊 也就是说 我对大家的理解力 是非常信任的 但对我 我对你们的记忆力 是非常不信任 好在我们这门课呢 理解重于记忆 听懂就可以 去题目中练 下面将是我们 本章 最关键 也是最难的指示点了 这张幻灯片 将涉及到 一大堆的题目 一定要把它 彻底的 搞明白了 弄懂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来比较 竞争性解抗技 与非竞争性解抗技 他们对机动机的 影响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他们的 作用特点比较 先把最重要的内容 给大家拎出来 来看 机动机 就是如果机动机 与竞争性解抗技 同时存在的话 它俩会争抢这个位点 是这样吧 那么此时 竞争性解抗技 对机动机的影响 是降低 机动机的亲和力 但是 不影响内在火星 明白吗 我们来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细胞上 受体的数量 统共100个 单用机动机的话 人家机动机 占据这100个受体 表现出来的要效 比如说就是100 但如果机动机 同时 机动机与竞争性解抗技 同时存在 明白吗 同时存在的话 那可能比如说 机动机占据了 占据了70个受体 竞争性解抗技 抢过去 30个受体 因为它俩作为 同一位点啊 那大家看啊 那么机动机 只能与70个受体结合 结合的受体数量少了 也就是亲和力怎么样了 下降了 好吧 但是不影响内在火星 这70个 这70个受体 能够 全部被机动 OK 并且 如果我将 机动机的 剂量加大 就是把它 加大剂量 如果它的剂量 足够大的话 好 机动机 就可以全面 占据这100个受体 加大 机动机的剂量 可以抵消 竞争性解抗技的 解抗作用 也就是 谁的浓度高 谁就占据受体 明白的意思了 好 就像是抢座位一样 比如说我们班 跟其他班的人 一起要去抢座位 那我们人多 如果我们的人足够多 我们就可以优先 抢到这些 有限的座位 是这意思吧 如果他们两个势均力敌 就各占据一部分 就这么个意思 总之 竞争性解抗技 只影响轻和力 不影响内在活性 OK 那么再来看一下 非竞争性解抗技 非竞争性解抗技 对机动机的影响 是什么呢 是即降低轻和力 也影响内在活性 什么意思呢 同样道理 比如说 还是这100个受体 在非竞争性解抗技 存在的话 比如说这100个受体 以上的 卫点 卫点2 都被他占据了 注意啊 卫点2被占据之后 这个受体的分子结构 是要发生改变的 可能这个受体 就不能与机动机结合 也不能被机动机所机动了 也就是这个受体变了 明白这意思了 受体变了啊 那么非竞争性解抗技 他的工作就有点像 比如说两个班 抢座位 抢椅子 抢座位 非竞争性解抗技 是怎么干的 他直接把这椅子 都给 都给 破坏了 好吧 比如说总共有100个椅子 这非竞争性解抗技 进去之后 把这椅子全部都给 比如说 全部给 把椅子翻过来 把椅子扣过来了 明白了 把这椅子破坏掉了 此时机动机即使再增加几辆 也不可能全部 表现出 不可能 与这些受体结合 也就是 既影响清合力 也影响内脚活性 这就是两大 结抗技 它们 作用机制的区别 以及 对机动机的 影响 这是我挑出来 最重要的部分了 下面 我们将 全面 展开 依次对比 这部分内容 会直接 以题目的形式出现 在考试的时候 光这一个板块的题目 不会小于 就是 就这一张幻灯片的题目 就可以达到两到三分 同时 不但是重点 也是难点 所以大家需要下下功夫啊 好 一起开始 来 竞争性解抗技 它的作用机制 刚说了 是于竞争 是于机动机 竞争 同一结合 卫点 从而 阻断 机动机 与受体的结合 而非竞争性 结缸技呢 人家 是于卫点以外的 其他的 卫点结合 就卫点以外的 集团结合 或者就是 其他卫点 同一受体的 其他卫点 结合 结合之后 就会使这个受体 既不能与机动机 结合 又可能 不能被机动机 所完全 机动 也就是 从而影响 机动机 与受体的 结合和作用 往下 那么 竞争性解抗技 它的 结康作用 结康作用 有多强 取决于它的浓度 如果 竞争性 竞争性解抗技 的浓度很低 而机动机 的浓度很大 比如说我们增加 机动机的浓度 就可以抵消 竞争性 结康剂的 结康作用 可以达到 单用机动 机能 可以达到 单用机动 机时的水平 好绕口啊 你懂的 大家心照不宣啊 但是 如果非竞争性 结康剂在的话 你即使再增加 机动机的浓度 也不可能达到 单用机动 机时的要效 也就是不可以通过 增加机动机的浓度 来达到原有 单用机动机时的 要效 哎 好的啊 这是我们说 药物的相互作用 然后 看 竞争性解抗技 在的话 主要就是跟 机动机 抢受体 对不对 抢受体 导致 与机动机 结合的受体 数量少了 也就是 氢和力下降 但是并不会影响 机动机 本身的内在活性 也就是 它的受体的 机动作用 不会变 机动能力 不会变 只是影响 作用于受体 就是影响 于受体 结合的数目 数目的多少 而非竞争性解抗技 它既 既降低 机动机的 轻和力 又 又降低 内在活性 因为这个受体 被它给 影响了 受体 它的化学结构 发生改变了 OK 这受体 可能既不能 与机动机 结合 又不能被 机动机 所 激动 OK 就是 既降低 轻和力 又降低 内在活性 那么 影响 表现在这个 钥匙曲线上 将出现 如下 如下数据的改变 或者说 如下的一个 性质的改变 这块内容 此时此刻 您先把它记住 因为 什么叫效价 以及效能的概念 我们还没有 准确介绍 现在 还没介绍 就要用 所以可能大家 有点稍微不懂 所以你先把结论 记住 等一下 我再给大家 全面拆讲 首先 来看一下 竞争性 结抗剂 与 机动剂 同时用药之后 在药匙曲线上的改变 是整个曲线 平行右翼 那么 会表现为 效价也下降 效价下降 但效能不变 什么叫效价呀 后面会详细介绍 这儿我先说一句啊 轻和力 的指标 就是效价 就是一个药物的 轻和力 高还是低 就看它的效价 明白了 因为 竞争性结抗剂 降低了 机动剂的 轻和力 所以 效价 会下降 因为 竞争性结抗剂 不影响 内在活性 所以 效能不变 注意啊 效能是不变的 我们把这个 先单拎出来 给大家有一个 想让大家有一个 初步认识啊 稍等 我把笔记删一下 来看一下 效价 其实就是评价 轻和力的指标 效能 其实就是评价 要 机动剂 内在活性的指标 明白了 所以只要 轻和力降 则效价降 内在活性降 则效能降 对吧 然后 我们已经知道了 竞争性的解抗剂 降低 机动剂的 轻和力 所以 降低效价 因为竞争性 解抗剂 不影响 内在活性 所以 效能不变 看上去 直接去看的话 整个表现为 钥匙曲线 平行 右翼 好吧 或者叫效能曲线 平行 右翼 回过头来看这儿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非竞争性解抗剂 既降低 机动剂的 轻和力 又降低 机动剂的 内在活性 降低 轻和力 就会降低 效价 降低 内在活性 就会降低 效能 也就是 非竞争性解抗剂 对机动剂的 影响是 既影响 效价 又影响 效能 整个曲线 看上去的 样子 虽然 右翼了 但是 不是 平行 右翼 并非 平行 右翼 OK 整个 这个就 我们说 那个曲线 会矮下来 等一下 我们去看 好不好 我先把这些 最终要考你的东西 给你了 好 我们刚刚用语言 说了半天 什么平行 右翼 什么不平行 右翼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吧 这就是 竞争性解抗剂 存在时 机动剂的曲线 大家看啊 这是单用机动剂时 它的这个 横坐标是 腰剂了 纵坐标是 要小强度 这是单用机动剂时 它的曲线位置 这是 同时 给上 竞争性解抗剂后 竞争性解抗剂 对曲线的影响 你会发现 整个位置 平行 右翼 再看 这是 非竞争性解抗剂 存在时 机动剂的这个 曲线的变化 这是它原来的位置 这是 看 虽然往右移了 但是并非平行右移 对不对 整个的曲线位置怎么样了 降下来了 矮了 这是我说了 什么叫平行右移 什么叫不平行右移 因为这个点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要拆开来 详细的再给大家 去数一下 这样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困难 下图 我要在图片上 给大家进行演示 我要演示的就是 竞争性解抗药 与非竞争性解抗药 对机动剂 药效曲线的一个影响 好 我们来看 先来看 竞争性解抗剂 它的影响 先来看 第一个变化 先来认识曲线吧 这条虚线 是单独激动药次 单独给激动药次的 量效曲线 量 要量 要效 OK 量效曲线 然后如果同时 给竞争性解抗剂 因为受到竞争性解抗剂的影响 它的量效曲线到这儿了 平行右移 平行右移之后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看 你观察什么变了 什么没变 首先 这个点变了吗 没有 这个点 这儿对应的是要效 也就是 E就是要效的意思 最高点叫Emax 就是最大要效 也就是效能 这个效能变了吗 不变 什么变了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这个点 达到同样的药效 比如说 达到 这两个点 是达到同样的药效 但是这儿需要的药物伎量 举个例子啊 需要的药物伎量是10 后面这条曲线需要的药物伎量是20 也就是达到同样药效 所需要的药量增加了 这个值 就是所谓的 效价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 单用激动计时的 效价 值照 就是达到同样药效时 所对应的伎量 就是所谓的效价 你看 很明显 当受竞争性结抗剂影响后 效价的值 加大 注意啊各位 这儿 问题来了 效价这个指标 是评价要有亲和力的 效价的值越大 效价强度越低 明白这意思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 同样激动50个受体 举个例子啊 同样 与药物 该药物要想 激动计要想 与50个受体结合 单给激动计的时候 给10毫克的药物 就可以占据这50个受体 但是竞争性结抗计要跟它抢 所以它必须加大几量 几量加到20的时候 才能占据这50个受体 也就是亲和力怎么样了 下降了 需要更大的药物浓度 才能达到那样的亲和力 对吧 这个值 我称之为效价 注意啊 值是加大了 效价的值越大 效价强度越低 效价又叫效价强度 明白了 这一点 大家注意不要搞混了 看 不变的是效能 变的是效价 效价怎么变 下降 效价下降就意味着 亲和力下降 机动计的亲和力怎么样了 下降 数据是变大了的 数据是变大了的 效价与亲和力成反比 效价的数值越大 数 数值怎么样了 越大 则亲和力 越低 这儿因为我们到后面 才是去详细讲效价 这儿大家先会用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非竞争性结抗剂 仔细看一下这曲线 同样 虚线呢 是单独 给予机动钥匙的量效曲线 实现 是给上 非竞争性结抗剂之后 机动剂的 几个量效曲线 它的变化 一目了然 首先这个曲线 个矮了 对不对 个矮了 个矮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它们所对应的这个 最大效应 也就是效能 下降了 看 单独给机动机的时候 最大效能是这儿 EM 效能 EMAX 在这儿 那么非竞争性结抗剂 如果影响的话 效能到这儿了 效能下降 个矮了 同时你再观察一下效价 看 同样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效 看 同样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效 要效是一样的 但是 看 单独给机动机的话 它只需要的剂量 比如说是10个毫克 但是呢 非极生性解抗剂在的话 机动机的剂量需要调高到 20毫克 调高到20毫克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 同等的要效 我们知道 所需剂量越大 证明 药物与受体的亲和力越弱 也就是 效价下降 一句话 效价下降 注意啊 值是大了的啊 值从10变成了20 但是值越大 效价越低 你发了 好的啊 也就是你看 下降 下降 非竞争性解抗剂 记忆的时候注意技巧啊 就是说 理解可以辅助记忆 记忆也可以辅助理解的 比如说 非竞争性解抗剂 这个非 好 就两个下降 这边也下降 这边也下降 效能也下降 效价也下降 竞争性解抗剂就只是 效价下降 但效能不变 老规矩啊 也就是说 它的内在活性 内在活性 降 清合力 也降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一直在重复啊 因为这儿 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在考试的热点 也是大家容易错的地方 好了 搞定啊 总之 竞争性解抗剂 与非竞争性解抗剂 对激动剂的影响 这是一个 非常确切的 考试热点 那一定要拎得清楚 再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自己对比着记一下 建议您在这张宽端片上 视频暂停 给自己时间消化吸收一下 我已经全部讲过了 要记清楚哦 看 谁平行右翼 谁是不平行右翼 好了 完成 我的任务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 您的任务了 一定要把这儿 好好的吸收一下 下面我们来做题吧 其实做题就是对 知识点掌握 长度的一个考察 看 屏幕说了 某药的量效曲线 平行后移 我希望大家一看到 平行后移 想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 机动剂受谁的影响 受竞争性解抗药 影响时的量效曲线 那说明什么 说明有竞争性解抗剂 又叫阻断剂的存在 这就属于简单题了 再往下 看这道题 说A要是必要的 非竞争性解抗剂 那么提示 既然是非竞争性解抗剂 那么它们 一定不是作用于 同一位点的 所以A就错了 看 A说A要和B要 竞争结合 同一受体的 同一位点 那是竞争性解抗剂 而题目明明问的是 非竞争性解抗剂 然后 我希望大家只要看见 这个非竞争性解抗剂 立马想起来这张图 效能也降 对吧 效价也降 值是大了的啊 但反应轻和力是下降的 就是既影响效能 又影响效价 所以 都是降啊 效能也是降 效价也是降 OK 所以不会有加大的这个说法 明明是解抗剂嘛 怎么会使效能加大呢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增大这都是错的 然后看D D说是曲线平行右翼 平行右翼是竞争性解抗剂 而题目说的是 非竞争性解抗剂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D学校了 A要 使必要的效价强度和效能 均降低 E是对的 这就是一个熟练功 熟练了 你做题的时候 第一非常有信心 第二速度会很快 再来看这道题 同样是考察这个知识点 但是 却是一具体的药品 对粒子来进行考察 这种题就 这几年比较火 看题目问了 下列药物可以发生 竞争性解抗的是 哪一对药物 下面哪一对药物之间 是竞争性解抗 别忘了 竞争性解抗一定是 激动剂与解抗剂 作用于同一受体的 同一位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吧 A 肾上腺素和乙腺胆碱 这两位 一个肾上腺素是激动 αβ受体的 乙腺胆碱是激动M受体的 这根本就不是作用于 同一受体的 谈不上竞争 再看B B是组岸和绿本纳敏 大家还记得 这就顺便考察了 药物的作用机制 组岸的作用机制是 激动组岸受体 而绿本纳敏是 组岸受体阻断剂 他俩是一对哦 对不对 H1受体的 组岸是H1受体 激动剂引起过敏反应 绿本纳敏是 H1受体的阻断剂 抗过敏的 是吧 所以他俩是一对 这些答案是B 其他都错了啊 毛骨云香碱是 M受体机动剂 而新斯丁云 一指的是 单减纸霉 根本就是 不同的作用机制 阿托品是 M受体阻断剂 而尼克沙米 尼克沙米是 逐树性分剂 坚强岸 RF受体机动剂 一柄身是 BET受体机动剂 坚强岸跟 去甲肾一样 是RF受体的机动剂 根本不是作用 同一受体的 明白了吗 所以大家是B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本章 相对来说 最难的一个板块 搞定了 继续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药物的作用机制 这个非常简单 只是将药物的作用机制 进行了一下分类 分为非特异性的药物作用 和特异性的药物作用 所谓非特异 指的是 药物起效 靠的是药物本身的 理化性质 改变的是细胞周围的 理化条件 而特异性作用 指的是 这个药效的 发药效的 这个这个起效 与药物自身的 结构 是有直接相关性的 也就是 结构特异性药物 作用于体内 特定的生物大分子 从而发挥作用 绝大部分的药物 属于特异性作用 非特异性的药物作用 粒子很少 就那么几个 建议大家 把这几个经典案例 记一下 做题的时候 就会很轻松 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别忘了啊 理化性质 比如说 第一个 改变渗透压 向甘露春脱水 甘露春脱水 靠的就是 它增 甘露春很快的 输到血管里 于是甘露春 在血液中的浓度 短时间 增加 让血液变浓 离子浓度增加 于是把组织中的水 吸回到血管里 给组织脱水 包括它的 利尿作用 也是甘露春 在肾小管里 浓集 在肾小管里 保持高浓度 对吧 然后对抗水的 重吸收 带走了很多的水分 纯粹靠的是 渗透压作用 还有同样 粒子 硫酸酶导现 当硫酸酶 口服之后 硫酸酶在长腔内 维持极高的 浓度 可以把 组织里的水 吸到长腔内 以至于 卸出大量的水样卸 起到倒卸的作用 这靠的就是 它自己的 分子浓度 OK 改变的是渗透压 再比如说 改变皮质值 各种各样的 中和胃酸的 抗酸药 注意啊 是抗酸药 不是益酸药 这里说的抗酸药 就是各种 碱性的药物 你最熟的 碳酸清大 打喜 铝碳酸美 对不对 嚼吧嚼吧 嚼成糊糊 嚼成末 吞下去 这些都是碱 可以直接到胃里 局部作用 中和胃酸 靠的就是 它的化学原理 就是它的化学本质是碱 可以与 酸碱中和 而已 再有就是 落合作用 落合作用就是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各种解毒药 比如说 带2的 你就记这个2 就两个2 二球系丁二纳 二球系丙醇 等等 这些可以直接 与那些 重金属盐 结合在一起 以至于让 重金属盐 不能作用 于我们自身蛋白 就是这些会代替 我们自己身上的 组织 与重金属盐 结合 中和重金属 从而解毒 这只是一个化学结合 这只是一个化学结合而已 明白了 把这几个例子记住 这几个例子是典型的 非特异性药物作用 除了这几个之外 绝大部分的药物 它的药效 是通过自身的 特殊的药物化学结构 影响我们 具体的各种生物大分子 而发挥药效的 好的 我们来做道题 你就明白了 看这道例题 问得很清楚 就是 药物的特异性作用机制 不包括哪个 那你看A A说 改变了细胞周围的 理化性质 它根本就不是 作用于细胞的 而是作用于 细胞周围的 理化环境的 这叫非特异性作用 酸碱中和 改变渗透压 改变ph质值 对不对 等等 所以A是非特异 答案是A 其他 大家看 B 激动或健康 受气 C 影响自身的活性物质 比如说 阻碍 对不对 阻碍 影响地质和激素 影响我们 细胞的各种 离子通道 所有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 都是药物在影响 我们机体自身的 各种生物大分子 生物分子 来起效的 这些都属于 特异性的药物作用 特异啊 就是大家要把这个 名词给拎清楚 OK 拎清楚 特啊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中和胃酸 碳酸氢钠 可以有这个效果 铝碳酸铭也有这个效果 所以它的作用不特异 你甚至给点碳酸氢 给点氢氧化钠 都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作用不特异 那比如说 阿作品 阿作品能起到的作用 别的药都不行 这叫特异 OK 好了 完成 好了 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吧 喝杯咖啡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进行 下一节内容 我可以帮我 我可以帮你